36年的老店吹下席灯号 但是花姐的手艺永远都在 所以今天要独家公开 这个韩式道地的辣豆腐糖 独门铁部 花姐我要先看这一桌 这一桌 太棒了吧 这一桌这个成品 因为我很喜欢吃虾 所以我就摆了虾 然后我喜欢吃辣 我就多加了辣椒 这一道可以说圈内里面 每一个人来都要点这一道 没有人说不好吃 也就是说好吃到极致 你不点这个来干嘛 小燕姐 橙橙 娇娇 他们都是每一次来 就是一定要点 这个小菜真的是迷死人了 这个是用辣椒做的小鱼干 这是我弟弟的最爱 姜玉恒的最爱 最爱 来泡菜 这个是科白菜的泡菜 我就刚刚讲说在店里很少做 因为它季节有的时候有菜 有的时候没有菜 且一阵子菜贵的时候非常贵 现在都下来了 这个是另外一种小鱼干 我们刚才介绍了 这个是香黄瓜泡菜 把黄瓜这边肚子切开来 它是我可以拿这个来给看一下 中间已经切开来了 中间是这样子切开来的 跟灯笼一样 然后里面塞的料 里面有塞料 对 里面塞的这个料 塞的酱料这样子拌的酱料下去 它就跟灯笼一样 这一道是川普跟金正恩在新加坡见面的时候上的这一道 川普跟金正恩在新加坡见面的时候就上这一道 就上了这一道 因为当时我在做翻译 然后就上了这一道 他们问我这一道是什么东西 我就是香黄瓜泡菜 因为它是功夫菜 所以有一个诚意 最道地的 对 豆腐汤 然后韩国人吃饭 其实很简单 白饭 然后这个就是set 有这张小菜 它就是一餐 美味的一餐 江玉衡就说 这个就是人生的美味 对 就是他的最爱这样 他来了就是这样子吃 他就很满足 很满足了 现在来示范一下这个豆腐汤 那有一次江玉衡来我们店 这个就很久了 你也知道吗 我们店里有时候真的很忙 假热的话 就是要人命的那种的忙 先上油 先上油 那油下去了 好 你听到声音了 拿下来 还要拿下来 因为一般来讲 它的基数不够 辣椒粉会焦掉 拿下来了以后 我们不是要炒什么 因为它马上焦到的话 像我是动作快 我们把豆腐放下去 豆腐呢 我用的传统豆腐 因为像我们店里的话 我们有自己定做的豆腐 对 那传统豆腐下去之后 我们把传统豆腐 上面下面的皮 硬皮都切掉 然后我们就再加水 这个时候加水 花点做菜 其实很简单也很快 而且速度真的超级快的 真的 雏形样貌都出来了 好快 然后我们 你看已经滚了 对 我们就把这些材料放进去 海鲜 蛋白质 蛋白质 一提鲜 好香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放一点点的盐巴 盐巴这个时候一点点 给它加味 加味的味道 那盐巴呢 你不要就这样撒 我是可以的 因为我抓得很准 你就撒在这上面加一点点 就是用那个茶匙 我们吃饭的茶匙 小撇布 然后这样子以后 最后 它滚了 哈马开口了 我现在拿了个盖子 为什么盖盖子 哈马我们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活的 它还没有死 盖盖子没有空气以后 它就憋住了 受不了了 它就开始 砰开盖子 这样子 等它打开了以后 我们最后 打一个蛋下去 打蛋的时候 其实在韩国 这一道其实是打生蛋的 生蛋下去 但是因为现在的蛋 不是那种养殖的蛋 也没有水洗的话 蛋是有菌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让蛋全熟 我们才不会食物中毒 哈马开口了以后 我们就把蛋打进去 这个时候关火 搅一下 蛋马上就熟了 就完成了 对 就完成了 很快 韩式到底 辣豆腐汤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 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 FB点赞